刘邦也想时常回来看她 可她如今的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 这次回来就是专门来看她的 因为刘邦知道以后再想见她一面可就难了 回来 做梦吧 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不许这么说 曹氏似乎也听懂了她的言外之意 于是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这段时间以来刘邦总能梦到这里 梦见过她爹她娘还有她家大黄狗 还梦见过你 你还是那么年轻 那么嫂 忘了我 什么 忘了我 忘了你 听到这话刘邦当即从怀里掏出一袋荷包 曹氏对此物再熟悉不过了 因为这是他亲自给刘邦缝制的定情信物 看见了吗 忘得了吗 此刻曹氏再也忍不住了 一把抓住荷包便哭了起来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自己在刘邦的心中依旧占据着主要地位 而对刘邦的那些不满那些委屈 也随着荷包的出现瞬间烟消云散了